哈喽大家好 我是淑姐姐看所有的一伙 在视频开始之前 小凯们都知道 千万粉丝又迷吧 前段时间呢 又迷的ID广西也是被盗了 最近呢 又迷的ID呢 也是被赎回来了 虽然我去过很多东西 但是 该来的 它总会来 在这里呢 淑姐是恭喜又迷 赎回自己ID广西 问题来了 广西这个ID呢 赎回了多少钱 现在我们先看 游米做出回复 游米呢 只剩回复了一个10 这个10呢 有可能是10块钱 要不然就10个W 不过10块钱 真的有可能吗 而且记得啊 在前两个月前 就10月 对优米ID号组呢 它一开口呢 就要5个W以上 10 真的是代表10块钱吗 淑姐呢 也是不甘心 谁呢 上网时搜索了好多资料 结果就给缺绿找到了 对优米ID号组的抖音账号 它呢 是发了这一部视频 这是10月份 弄广西用的机器 这是到手之后的视频 然后再到后来的谈判会果期间 又你找了我很多次 但是我太过高傲 无怨力头 一直到现在 我顶不住用一分次的压力了 只能把它给它 这是作为交换的条件 你们认为值吗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呀 视频的手机呢 重点不是在于手机 而是手机号 这样的手机号呢 是特别贵的 价格呢 可以去到几万以上 甚至呢 还可以去到几十万 说实话呀 这个ID呢 确实也不止是十块钱 毕竟呢 广西这个ID呢 是特别珍贵的 很多玩家呢 都是通过这个ID 才认识佑米的 所以呢 广西这个ID呢 对佑米呢 也是相当大的意义 所以佑米呢 很大可能呢 会花了十个W 就为了把这个ID给数回来 当然 荧幕前小凯们 对此什么看法呢 可以把你们想法 快评论区 然后球姐会一一去看呢 好了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关注球姐 带你了解 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